各位标迷 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今天的第三个推介 来到晚上的7点多钟 我相信很多标迷都已经准备下班了 镜头前面这一只 Saco 5 五仔盾牌 五仔真的有很多变化 猪仔也说过很多次 无数多次的五仔手标 五仔盾牌 最大的卖点吸引到猪仔和吸引到他一众的标迷 我相信就是他的 细节处理 这次就是用了一个 植文面的金标 他有别于我之前介绍的 鬼字面 也有放射性文的金面 夜光面 而这次这个就做了植文面 好像我们小时候七八十年代 用那些植 我们呢 会铺在床上 我记得小时候就睡 屋架床 在床上就会 放了一些植 因为天气热的时候 不一定是会开冷气 开冷气很奢侈的 当时是 通常都是 撥线或者开风扇 有些植就会凉 而这个植文就好像那时候 我们那些植 一个植文的电标 配搭了 尖形的剑形的时分针 很漂亮 整个index做得到 index做了光线的指钉 短线的index 然后后面就加了夜光点点的黑度 整个标 不论在电标上面 其实在旧装午仔的时候 已经懂得玩电标 不是Pissage Cortel的系列 或者甚至乎现在的Kingsicle GS 才懂得玩电标 原来旧装午仔 在一些 入门级的手标里面 都有玩到这个电标 日力枪的位置 和升旗枪的位置 都是放在这个三点位置 做了这个白底黑字 清晰二体 采用了这个7S26的机芯 而日力枪反而 没有做一个金属变框 没有做一个金属变框 12点位置的logo 和盾牌的logo 都是做了凸起的指钉 你看到凸起的指钉 再加上index 的造工 其实真的很漂亮 细节造工处理 还有 旧装午仔 我自己觉得 比起现在新装午仔 就多变化一点 例如你看到他的标壳 标壳标壳的位置 这里很阔身 做了一体连城的标带 不谋而合 以前 80年代兴起的手标 现在 轻復古潮流Y2K的系列 都是轻无尼琴的一体连城标带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一体连城标带 无尼琴的 标脚位置比较阔身 做了拉丝 延伸到旁边部分做了光身 标圈的位置 都是做了光身 做了抛光的 你看到 标官位置 同样放在四点位置 做了藏身的标官 藏了下去的标官 所以无所谓 我自己觉得 床标官都没问题 令标的平衡感做得更加 豐富 做得好 视角上更加平衡 好了 夜光方面 一起看一下夜光 再教个机身给大家看一下 夜光 时分深加上黑度 都大有夜光 夜光也很光亮 清晰而看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标带方面 标带就做了钢片带 做了厚身的 做了拉丝花纹 标带的标带 标扣的位置 就是三个洞 两个微调位 三个洞两个微调位 值得赞 标扣同样做了保险锁 还有 SACOFI的logo 按键打开 做了银色的薄桥 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螺旋式锁的透视底盖 这个底盖 写着了7S26的机身 7S26的机身 然后写着了 Stainless Steel 还有写着了Water Resist 它做了生活防水 入门级的机身 3ATM的防水 洗手没问题 落远没问题 37A的标径 属于小标径 以前旧装都是流行小标径 比较多 先拿起了 有没有停秒 没有停秒 因为现在是没有动 试试一下 好 几下之后 开始启动 然后试试向上转动 没有停秒功能 向上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过手感也挺好 好了 教到6点多钟 缓硬的位置 半格我们教过星期日力枪 半格我们向下转动 教星期枪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好了 然后向上转动 教日力 格格声的 一格格跳 挺好手感 估不到 旧装 那些手感 教下去 真是似鬼标 虽然它属于入门级的手标 好了 21,600的震频 41小时动力柱 21石 抗物水晶玻璃标面 时分针加上黑度的点点 都大有椰光 整支标的总重量 和直径 数量方面 直径方面 看一看 122g 不算重 也不算太轻 有少少手感 至于直径方面 计算一下 看看是否37.3mm的标径 计算一下就是37.3mm的标径 厚度方面 10.1mm的厚度 10.1mm的厚度 准备43 左右两边 你看到它有 标孔 你看到左右两边都有标孔 方便更换标带 我自己觉得这条标带很适合 因为金色的标学配合金色标带 一体连成的一个效果 无以擒的设计 试试戴上14.8%的手换 舊装的精工午仔 金标 舊装午仔本身在外面市面上 已经是买一只少一只 越来越少见得到 至于它的金标 就更加少见 在一些标普里面 基本上 他们都 不会放出来 或者他们 已经没有再入货 没有再找到 这些停产款 或者他们喜欢买的新款为主 好了 猪仔推介这些旧装的午仔 盾牌 停产款 买一只少一只 今次就是一个 职民面 的一个Dial 多少钱呢 猪仔推介 超顺价 Black Friday的优惠 P Black Friday的优惠 因为Black Friday是29号 今天是22号 P Black Friday的优惠 1098 1098 外面大概 卖1300 到1700 不等 猪仔推介 1098 1098 猪仔手上 有一只现货 明天会有 多三只 总共四只 如果你也喜欢 这只 SACO5的一只 一体连胜标带 再加上这个 职民的Dial 的话 心动的你 千万不要留意 尽快找我 1098 这只 SACO5 盾牌 很英俊 带上去 我喜欢这些 标脚和标带的连接位置 做得很贴服 贴手的 完全不会讲起 带上去也很舒服 由于它贴手的关系 我觉得 很好手感 好了 心动的你 千万不要留意 尽快找我 这只 舊装五仔盾牌 SACO5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